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们会陆续的就每一套品质中的一个蓝点动作 还有一些发力的技巧进行一个讲解 今天这节课我们将对二章以及三章中几个蓝点动作进行一个讲解 如果大家想看更多更全的教学视频 可以通过关注我们屏幕下方的微信平台 或者登陆我们官方的一个官方网站 来两种图形来获取 同时大家也可以加入我们的一个交流群 去和更多的公费要者进行一个学习和交流 为大家收看共负责网络科技学习班 在这节课我们将来讲一下 在品质中两个手刀的动作以及区别 首先我们讲一下单手刀 单手刀是出现在太极三章里面的一个新动作 而双手刀是在太极十章里面开始出现的 在一二章里面都是由最基本的上中下三段格打而组成的 所以说在三章的时候单手刀是处于一个新的动作 那么我们进来讲一下三章和四章里面 单手刀和双手刀的一个区别 以及发力的一个不同 好首先在三章里面有一个三七步单手刀 三七步的动作 那么单手刀做的时候是一只手是足足手 另一只手是一个进行一个防御的一个手刀 这三章里面我们做单手刀的时候是从我们的身体的正前方 一个划过的动作然后发力 那么在四章里面有一个双手刀 双手刀它是两只手同时发力 我们在单手刀的时候讲的是需要靠着我们的辅助手去拉 往后拉的时候产生一个平衡的领导前手进行一个发力 那么在四章里面 它那个双手刀它是朝着同一个方向 所以说这个时候他们发力的方向是有所变化的 单手刀是靠一个平衡力 而双手刀是靠着一个顺方向的力量 我们看一下双手刀做的时候 在四章的时候第一个动作就是一个双手刀 在做双手刀的时候我们可以先不用管双手刀的另一只手 它的单手刀的前手和三章是一样的 也是通过在面前放弧然后场以后一个旋转的动作 才能发力 然后现在我们看一下后手怎么去配合前手发力 在四章的时候两只手同时做好一个手刀 手刀手刀 然后在前手往前运动的时候 后手迅速斜下胸口 这样也不能 好 再看一只 直接往下落 两只手同时配合 完成一个出击的动作 再看一只 注意这只手 我们这只手刀的时候 斜下它也是有一个绳段的动作 这样子 放力 好 在刚开始的时候 围红鞋这的时候容易出现这样的一个情况 也主要是我们的前手 出现一个很少的动作 然后这个手势 就是从下面摞上来的 这样一个动作 就是这样的 这是不对的 我们在做这个双手刀的时候 应该是斜线往下切 再一个发力 我们在平时练习的时候 我们来去区别双手刀和单手刀 我们多做一下双手刀的练习 2 1 2 平手直接往下 7 按针力 7 往下 在这里帮你停住 然后在做单手刀练习的时候 主要是辅助手 往后拉着这一下 往后拉 它们的两个发力的方向 和运动的轨迹是不同的 所以说在做品质的时候 我们要注意区分这些动作的一些细节 你才可以把一套品质打得很流畅 年快 而且没快 我们在学习的时候 要注意区分这些动作 它是怎么去让你的身体 很流畅的一些办法做出来的 如果大家有什么问题的话 可以通过在我们的教训视频下方留言 或者加入我们的一个交流区 和大家一起来讨论 我希望大家在学习的过程中 能够有所收获有所进步 好了我们下节目再见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